这次我们来学习积分,积分及其基本性质二 日文读作,Sekibun,Sekibunとその基本的一件事 首先我们来看定积分 之前我们说过积分分为不定积分和定积分两种 定积分呢,就是以对函数fx从a到b的范围积分 然后求其值的差,也就是面积为目标的一种计算 如右边所示,它在这个不定积分的这个积分符号这边 多加了一个小a和小b来表示它的范围 它就等于这个求出来的这个fb-fa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它的实际意义 对fx以x为积分变量从a到b积分 它的意义就是求x轴y等于fx,x等于a,x等于b所围成的部分 这个带符号的这个面积 但是啊,它在x轴下侧部分,它的面积呢就为负数 你可以看到这四条线,它所围成的这个红色斜线部分的面积 就是定积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题 做一下这两道例题 首先看第一题 从负2到2对这个式子求这个定积分 先求出按照积分公式 我们先求出它的这个圆函数 然后呢,再接着把负2和2带入 做一个相减 得出是三分之三十二 第二题同样 得出来结果是三分之二十六 下面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 做一下练习 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这道题同样的方法 直接用对这个式子 先求这个不定积分 然后再将三和一带入 相减得出来三分之二百零六 做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所学 积分分为不定积分和定积分 定积分是以对函数fx 从a到b的范围积分 然后求它们值的差 也就是面积为目标的一个计算 如有所示 而定积分的实际意义 就是求x轴 y等于fx x等于a x等于b 所围成的这一部分 这个代符号的面积 但是啊 它x轴下侧部分时候 面积为负数 可以看如有图所示 这四条线所谓成的红色斜线部分的面积 就是定积分 这次的学习到此结束 直到这 president归5 非常好 感谢观看